大家好,我是队长 英雄的黑话如今屡见不见 但要说最经典的英雄黑话 那还得是《珠珠侠3》中被独夜附生的彼得·帕克 由于得知杀人才是杀害本书的真正凶手 充满负面情绪的彼得在睡梦中被共生体附生 获得了一套全新的黑色战衣 共生体战衣让彼得充满了力量 而关于共生体的起源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共生体是非常纯粹的人造外星生物 由共生体的起源 共生体之神纳尔创造 诞生自纳尔的黑死剑 也就是雷尘4里格尔那把剑的原型 漫画中 纳尔杀死天生组后 用天生组的血液浸满了自己的宝剑 再用烈火和锻造锤将神血融入武器中 最终使了黑死剑获得了生命 严定其成为了共生体的始祖 而火焰的高温和锻造锤敲击时的噪音 也成为了共生体的弱点被生人刻入了DNA中 并且对于共生体可能有许多粉丝都误以为 他们生性凶残 但其实并不是 共生体刚诞生的时候 并没有善恶之分 但他们会受到复生的第一个生命性格的影响 漫画中 毒液共生体第一个附体的其实是死士 第二个才是蜘蛛侠 而毒液之所以会如此的凶残 主要还是见念的锅 在设定里 共生体后吞噬 宿主体内的能量或者细胞维生 不过共生体并不挑食 像是你体内的负面情绪 或者坏死的细胞他也都吃 这也并且提升了宿主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被附体之后的彼得一场兴奋 在夜晚的城市中上串下跳 像几个晚上玩手机 越玩越兴奋的各位 彼得拿着部分的共生体 找到康纳斯博士帮忙研究 期间在面对彼得询问的时候 康纳斯博士还无奈地表示 他是教物理的而不是教生物的 但实际上 漫画中的康纳斯博士就是生物学教授 他有生物和生物化学两个博士学位 但唯独没有物理学 也是因此 他也有机会成为蜥蜴博士 电影这里的台词 看起来也很像是对设定改变的调侃 另外 康纳斯博士在山姆雷米的规划中 确实有成为蜥蜴博士的潜质 但就像我所说的 电影并没有将他设置成生物学教授 因此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地研究出血清 但是通过研究共生体 或许会给他带来灵感 竟然诱导康纳斯在未来 才能修复右臂的想法 只可惜由于索尼的干预 山姆雷米为了完成蜘蛛侠后续电影的创作 我们回到电影 康纳斯博士告诉彼得 对于这种生物现在还很难界定 白天他要做实验进一步研究 这时 共生体少彼得冲去 博士健壮提醒彼得 这种生物属于寄生类型 一旦沾上很难摆脱 但彼得却对此并不在意 回到家中 彼得终于从电台听到了杀人的行踪 他立刻换上装备准备出击 但是手刚伸向红白战衣 却突然停住了 短暂有余后 还是穿上了共生体的战衣 在彼得的桌上能够看到许多东西 从左到右分别是 蜘蛛侠依开头 彼得在实验室给MJ拍了照片 MJ的个人照片 出自蜘蛛侠依的先导预告 在正片中被删除 彼得号角日报的工作证 彼得一家三口的合照 美神的个人照片 是演员罗斯玛丽 哈里斯专门为电影拍摄的 另外 彼得战衣选择的改变 也透露出了几个信息 甚至彼得初步感受到 公生体战衣所带来的力量感 向他隐隐有的依赖 其二就是彼得心态的转变 在得知杀人是杀害本书的凶手后 彼得对杀人已经生出了杀意 而黑色战衣更加符合彼得当时的欲求 另外说个题外话 从这段我们能够看出 彼得其实分别有一套 普通战衣和公生体战衣 也就是说 此前公生体附身彼得 并不是单纯的附责在他的战衣上 而是让自己变成战衣的外形 那按照这个逻辑啊 之前彼得第一次穿上公生体战衣的时候 其实里面还穿了一层他的普通战衣 又或者是啊 公生体操控昏睡的彼得 先把战衣给脱了下来 然后亲自附留在彼得的肉体上 最后再带着还未清醒的彼得跑到了外面 如果是后者这种发展啊 感觉还挺色的 而书归正传 换装完毕的蜘蛛侠 趁着黑夜再次出击 这里对黑色战衣来更为清晰的正面展示 出来颜色不同外 黑色战衣最大的区别 在于胸口标志的蜘蛛腿 看起来根据攻击性 而实际上 漫画里面的公生体战衣 其实是纯黑色 但是剧组却认为 要强调角色黑滑的主题 因此保留了蜘蛛侠原本的网格图案 形成更换了配色和胸前的标志 来到案发银行 这里已经遭遇到打劫 而从地上杀子的流向 彼得也发现了杀人的行踪 就在这时 爱迪也赶到了现场 在见到患上新战役的蜘蛛侠时 爱迪异常兴奋 还不妨顺便递死了彼得 蜘蛛侠当即将爱迪的相机砸烂 面对爱迪的不解和质问 彼得并没有理会 进入朝杀人追去 而爱迪也确实够拼的 虽然相机被毁 但尼克从怀里掏出来一台小相机 继续拍照 与此同时 抢了前的杀人正在隧道里面前进 但蜘蛛侠也然跟他上来 一个转身的空档 蜘蛛侠已出现在了杀人的身后 两人很快展开了战斗 彼得质问杀人 是不是还记得被他杀死了本帕克 从后者的表情来看 显然还记得 不过杀人并没有松口 蜘蛛侠也没有继续纠缠 而是直接发起牙攻击 利用列车的速度 一脚将杀人踢飞 关于杀人为什么没有像上次那样 杀化化解攻击 除了解之神是剧情需要外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圆 杀人被踢飞了老远 前代也掉到最下层 但很快 杀人也发起牙反击 躲过冲来的列车后 蜘蛛侠立刻绕到杀人的身后 将他的脑袋 按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 删了一出正宗的刮痧 在彼得对杀人进行面部按摩的时候 还能看到杀人的一颗牙齿被刮飞 通过慢放能够看到牙根 证明着他确实是一颗牙齿 不过这点伤害对于杀人来说不算什么 他通过吸收地上的杀力 很快修补了身体 并且对蜘蛛侠发起牙反击 可惜对于史上最肉蜘蛛侠而言 这点攻击远没有打张玉博士时强度的一半 而反观彼得几乎招招致命 即便拥有不死之身 杀人也被揍得七昏八素 一阵交锋后 杀人被打进了一滩积水 结果意外暴露了弱点 蜘蛛侠见状 杀意瞬间爆气 当即想到破坏水管 每一颗螺丝钉射出 镜头都会给杀人一个特写 并且附带了一个心脏跳动的律动 仿佛是对杀人的处刑 最后搬出了汹涌袭来的大水 杀人被融成泥浆 冲动到了下水道 而彼得看了这一切 说了一句安息吧 其实也并不是对杀人说的 此时彼得的心中 对杀人只有满满的恨意 这句安息 其实是彼得对本书说的 彼得的原因是 大仇得爆 本书终于可以安息了 自以为干掉杀人后 彼得从巷子里面出来 落过一面镜子的时候 彼得发现自己表情猙獰 他将刘海放了下来 许多粉丝认为 这是彼得像恶霸马可才转变的标志 但实际上 死时彼得是被自己的表情吓到了 他将刘海放下 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眼睛里面 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他内心深处明白这样不对劲 因此希望刘海能够将眼睛挡住 证据就是彼得做完放下刘海的这个动作后 他的眼神开始躲散 随后目光朝下 尝试平复了一下心情 之后再看向镜子 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目光并没有改变时 他更加感到了心烦意乱 很快彼得回到了公寓 再次遇到了房东催租 但此时彼得十分暴躁 立刻给房东怒怼了回去 这次下把房东妇女吓得够呛 彼得回到房间关好门窗后 他解开上衣 看见里面的黑色公生体 他已经预感到 自己的变化 全部都源自这个未知的外星生物 惊恐的彼得 两边将公生体扔进了箱子 随后恢复如常的彼得 找到了梅神 告诉了他 杀人已经被蜘蛛侠杀死的消息 梅神对此十分的震惊 并且他的反应和台词 再次证明 他岂时知道 彼得就是蜘蛛侠 梅神最初是一脸震惊地看向彼得 他问的那句 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是在问彼得到底做了什么 而当彼得说是蜘蛛侠杀了杀人后 梅神并没有立刻问蜘蛛侠为什么要动手 而是问是蜘蛛侠吗 显然在梅神的心中 蜘蛛侠就是彼得 至始至终 他说话时的目光也都是看向彼得 因此对他而言 其实就是彼得杀了人 接着梅神补充说 蜘蛛侠并不杀人 前台词是 他相信彼得身为英雄 是不应该杀人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有如此的转变 而此时的彼得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逻辑漏洞 明面上来说 蜘蛛侠和他们非亲非故 身为英雄的蜘蛛侠又怎么会杀害杀人呢 因此彼得瞬间语塞 随后他只能转移话题 询问梅神为什么没有觉得杀人最有应得 这个时梅神反过来告诫彼得 希望他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而彼得显然是听进去了 但他还是强装镇静 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 想着梅神放心 画面一转来到MJ这边 他刚应聘了一家酒吧的歌手女招待 失忆的MJ则在街上 玩入大海中的扶贫 最为的人流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它淹没 此前这种镜头构图 都是用在彼得的身上 原来展示他的无力和困境 但就像我之前视频里面所说的 在第三部中 彼得和MJ的处境被调转 如今的MJ也变得无力挣扎 一边的MJ拿出他手机正要纠结 要不要联系彼得 但最后他也是打给了哈尼 正在绘画的哈尼接到MJ的电话十分开心 MJ表示想和哈尼聊一聊 后者立刻答应 并让管家准备好餐店 对于MJ不找彼得反而需要哈尼这个行为 选择粉丝都十分不满 因为MJ明明有了男友 还去勾打哈尼 会觉得MJ特别的逆差 但如果我们从角色本身来分析 MJ的这种行为 在电影的前面其实已经有了铺垫 首先在剧情上 此前我们也分析了 MJ虽然已经和彼得交往 但也是因为这种关系 使得他反而不愿意将自己被开除的情况告诉对方 这和第一部MJ让彼得 不要将他在餐厅里面打工的事 告诉当时正在交往的哈尼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 不希望对方知道自己不好的一面 因为他害怕对方会因此看不起自己 甚至抛弃自己 但反过来 他们却愿意将这种情况告诉身边的朋友或者外人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人属于局外人 并没有利益交集 因此他们反而愿意分享 其实在我们身边 许多情侣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在此前的庆典上 MJ让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哈尼 对于他而言 知情的哈尼却得更适合谈心 再加上哈尼和他的关系 确实也挺不错的 因此选择哈尼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当然 我对于影片中MJ这种行为 其实也很不喜欢 我只是单纯的以电影角度对角色进行解析 并且在剧情之外 导演在腐化道上也添加了暗示 MJ失业后的几次登场 基本都选择了绿色的衣服 这也在暗示 比起蜘蛛侠 他更清净绿魔 也就是哈尼 另外在MJ的通讯录里 还埋藏了许多彩蛋 除了哈尼和彼得外 最上面的芬妮哈洛克 是蜘蛛侠2蜘蛛侠3的财务主管 道格哈洛克的儿子 第三排的艾米利亚格星格 则是蜘蛛侠的道具师 斯科特格星格的女儿 而彼得上下的朱利亚格夫曼 和伊尼亚格夫曼 而他出演最出名的一部电影 就叫做《解构哈尼》 而这两个名字的中间 正好就是彼得 如果我们过度解读一下的话 也可以解释为彼得解构哈尼 也正好暗示他两人之后的剧情走向 来到哈尼的家后 两人最初的相处还算融洽 但随着气氛变得暧昧 两人就亲在了一起 虽然MJ一刻意识到了不对 慌忙告别后选择了离开 哈尼看着离开的MJ 心里十分的憋悶 但可能是受到了刺激 脑中再次想起了诺曼的身影 而当他触碰到镜子的瞬间 所有的记忆全部涌入大脑 诺曼的幻象再次出现 这让哈尼决定继续对彼得复仇 并且注意此时哈尼面部的打光变化 失忆的时候 哈尼面部是全光 而当他恢复记忆后 半张脸再度摸入到了阴影之中 意味着他半只脚重新踏进了黑暗 而MJ回到家后 也立刻遭到哈尼的袭击 他邀请MJ乖乖听话 否则他就要伤害彼得 于是第二天 MJ约彼得在公园的桥上见面 彼得原以为这是个破镜重用的机会 可不料刚见面MJ就提出了分手 彼得原本还想拿出戒石想要挽回 结果被MJ一句 他有了别人给硬生生怼了回去 随后MJ留下悲伤的彼得独自离开 而远处的哈尼看着一切 露出他满意的笑容 而这一段也是让MJ口碑跌到谷底 同时也让蜘蛛侠3被受诟病的关键 首先从剧情角度上来说 这段逻辑又极其的不合理 因为MJ知道彼得就是蜘蛛侠 面对哈尼的威胁 他居然觉得彼得真的会受到伤害 这完全就是一种对男友不信任的表现 其次 即便哈尼在那么远的地方监视 MJ也完全可以小声告诉彼得前因后果 但是编剧就不 如果说之前MJ的行为还能够解释 但这里MJ如此轻易的就放下和彼得的感情 完全感觉不出 他是为了彼得的安全被迫放弃 更像是为了自保出卖了彼得 这里感觉啊 编剧就是硬让角色降致 让MJ硬表 完全就是在强行制造冲突 使得电影的这个转折啊 极其的身影 也彻底毁掉了MJ这个角色 那回到故事 让彼得和MJ分手 使得哈尼报复的第一步 接着他就单约了彼得 彼得本想趁此机会 向好友述说心中的苦楚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哈尼坦白他就是那个第三者 并且还让MJ被剧院开除 一凭歌手女少带的事告诉了彼得 这让彼得大为神经 他神经恍惚地选择了离开 可他没走多远 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而当他回头 正好看到哈尼 想要露出来一个阴谋得逞的笑容 彼得这才意识到 一切可能都是哈尼搞得贵 可当他刚准备回去 哈尼却突然消失了 另外 两人约见的街道正好名叫 简大街 也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故意选择的 可能导演这一声想表达 MJ正处在选择的街口 回到公寓 彼得失落地坐在床上 女友的离开好友的背叛 让彼得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而这时 恶霸的小曲突然响起 彼得看起来他角落 放了共生体战役的箱子 哈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哈尼这番报复 将会释放出一个怎样的恶霸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 大家如果喜欢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